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十八年后 大侠诞生了 作为一名合格的大侠 首先你要有属于自己的招式 不必多言了 招式我已经自己准备好了 葵花点穴手 对不起 大侠 你的招式已经被别的大侠使用了 杀一老师本尊就在现场 不好意思 杀一老师 我是大侠老师 杀一老师 失敬失敬 那我这个招式我就 菊花点穴脚 没有人用吧 一般情况下 武侠片中的大侠 这时需要一位强劲的对手 我已在此恭候而等多时了 不是 来人哪 拿一件我衬手的兵器来 果然是大宝剑 害怕了吧 看我 看我 看我苍郎郎拔出大宝剑 不是 如此粗犷的外表 怎么拥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呢 这是宝剑还是宝剑品呢 我们聊许多了 看见 等等 你能接住我三标吗 三标 我看你耍得出什么名字 出手吧 正手标 反手标 反得标 看来你的标法也不过如此嘛 看见 这什么玩意儿 不是 我在这儿呢 我死了 一般情况下 在武侠片中 大侠都是不死之身 这时应该有一位美丽的姑娘 是她死而复生 公子 你没事吧 快 敢问 姑娘方明 明女王铁蛋 这个这个 铁蛋姑娘 单看你的名字 我们就不适合生活在一起 再见 公子等等 铁蛋姑娘 你别再跟着我了 要知道 青春 只是一道 明媚的忧伤 后悔无尽 公子请留步 不是说好 我们要做 彼此的天使吗 不瞎骗中的爱情 又总是那样难以琢磨 他们一定会 没有理由的争吵 复合 争吵 复合 争吵 最后 他们终于复合 欧巴 铁蛋 叉吵 黑鱼 我会在身上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剧情如你们所料 世间绝不会有这样 容易的爱情 你们 你们不能在一起 娘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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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还是会去问你的 芭比 女儿 你早 铁蛋 公子 芭比 爸爸 爸爸在哪儿啊 爸爸 去哪儿啊 咋是你呢 你们是亲修妹呀 千万不行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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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三位 三位 想问一下 是哪位老师的学员呢 呃 李湘老师 我想你 哦 李湘老师 我的天哪 这个剧 好 好 当时李湘老师 有没有很好的创意赋予给你们 对 李湘老师